佛祖佛田宮在100空二年發生灰災 三川燈、架燈都燒燒燒 為了要典建大燈 與館政府和文化部佛田宮合作 經過四當的時間 開6千萬收穫 日前二萬安做給台電 這麼多鄉親都做得來參與 這個佛祖的大姓蘇 102年3月26號 高雄的媽祖 來這裡鎮香的時候 不小心暗時 郵政官官不好 有火燒 但是我們的媽祖佛 完全不燒到 但是有一些粉黑 所以我們文化部 出了29% 管政府出了10% 出了51% 由廟房和地園 這些屬心來共同 來支持 附建的工作 因為我們知道 明年2018台灣燈會在嘉義 這國家級的燈會 花燈的圓箱就在嘉義的佩天宮 所以我們希望這次重修完成之後 我們的媽祖部燈會顯赫 可以繼續保備 我們這裡的身心態頂 特別是我們的副主席 我們的林峰正 這樣慢慢保護 這一起保護 練習令他們 紀錄 去開閉 為正式的燈會 每次遠鎮 都會在燈會 在 Damwon 都會在燈會 在前後 我們在台灣內 都會在嘉義 希望各界的進度 每年都可以完成 我們想要 保備台灣的人 成功 希望這次 新闻環培怡 拆后报答